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世界和中国经济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到的是来自财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说港府要大手笔收回748伏私人土地 其中的七分之一属李赵基家族所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介绍说香港地政总署在9月26日发布公告 称根据收回土地条例等多项法规 拟收回超过748伏私人土地 涉及面积大概是68公顷 以发展位于香港北部新界的新市镇工程 而香港大型地产商横基造业地产方面 对记者确认 港府此次收地涉及横地的所有近十公顷的农地储备 我们知道横地是由香港地产四大家族之一的李赵基家族创立的 政府说要收地来建公营房屋 我们是乐意配合的 横地发言人这样表示 本次是集团第一次被政府收地 土地尚未有规划 横地是全香港拥有农地最多的地产开发商 根据最新年报显示 截止二零一八年底 横地共拥有四千五百六十万平方尺农地 遍布新界各地区 以此推算 此次横地被政府收回的土地 大概占到了自身农地储备的百分之二点一九 与香港接壤的新界长期以来被视作是满足香港长远住房需求 提供就业机会的潜力股 但是开发步伐始终比较缓慢 香港上一次兴建新市镇还是在二十年前的时候 港府这次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大规模收地 可谓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大手笔 从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 港府借此条例在古洞北坟林北发展区 仅收回了一点五公顷私人土地 用于养老院建设 按照收回土地条例的规定 香港政府可征用该法例所确定的公共用途的私人土地 这项条例被认为是港府收回私人土地 夺回土地供应主导权的上方保健 根据有关统计 在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七年 政府供引用条例收地一百六十九次 超过五成是在新界使用 目前香港大概有一千三百公顷土地被视为是棕地 农地则超过一千公顷 而港府早先设立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认为 这两类土地是中短期增加土地供应的有效方式 在政府回收私人土地的过程中 棕地问题一直是矛盾焦点之一 在香港棕地泛指新界地区因为农业活动衰落 而改作其他用途的前农地 这些土地并非闲置 现在会作为露天储物 车辆维修厂回收厂等工业用途 由于历史原因 长期以来新界土地的使用和规划杂乱无章 效率也比较低 新界棕地是被破坏了的绿化地或农业地 用来发展房屋理所当然 这个看似简单的选项 其实困难重重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二零一八年十月的施政报告中 曾强调 较大型的土地开发工作举步维艰 新发展区项目受制于其复杂性和漫长的程序 加之发展土地触及土地物业权 以致居民还有其他持分者的利益 要理顺这些矛盾需要时间 往往令项目出现延误或规模缩小 在香港大量私人农地被掌握在私人开发商和原居民手中 曾有本地学者坦言 港府顾虑和原居民及地产商打交道 因此很少使用收回土地权利 在香港房屋供需日益失衡的情况下 香港各界多个政党社会团体专家都提议政府应该加快释放新界土地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期曾公开表示 会积极考察个别农地是否可以用来建筑公营房屋 有需要时也会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 这次港府大手笔在新界东北部回收土地 被视作是开刀私人闲置土地的信号 或将改变共同的僵局 在这次宣布大规模收入的当天下午 向发展局局长黄伟论表示 未来五年港府透过收回土地条例收回的土地 大约是四百公顷 相比过往速度大幅提升 而大型地产商们也纷纷出面表态 九月中上旬香港另外一个大型地产商 新鸿基地产的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 在公司业绩发布会上也表示 在新界屯门地区集团已经有两幅土地被政府收回 他们也表明了对政府收地的立场 愿意配合 但计划收回的农地必须是以规划做供应房屋用途的土地 不应把收回的土地重新拍卖等等 新鸿基地产目前拥有三千一百万平方尺的农业储备 是香港农地储备第二多的开发商 在之前的华尔街网报中 我们为大家介绍过香港另外一家地产商新世界发展 宣布将捐出三百万平方尺农地 以增加房屋供应 目前新世界否认捐地与政府或将加速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有关 说完了香港地产有关的消息 我们再为大家继续追踪有关川普弹劾案的最新进展 昨天彭博社获得了一份川普私下讲话的独家视频资料 在这份视频资料中 除了一些我们已经在公开报道中看到的信息 比如说川普指责白宫有内鬼 指责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人 已经接近间谍行为 应该判以叛国罪 并且暗示在过去对于这样的行为处置要严厉得多 甚至可能处以急刑 此外川普还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名字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兼总裁苏世民 他又对苏世民说了些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彭博的这段报道 他也走过去几千元 或是你会说的 五千元 吗 是什么 那个人 别人在这个人 愿意来看 美国 鲁人民 那是약到 你贷入 那是 你贷入 那是 这实际内 trend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but that's not the best one the best one is china this came up so now he goes to china and i was with the head of blackstone which is the big deal スティフ ff i says steve is that possible no why why who got that they said biden cent oh well then he says maybe i should get involved you know that was very political i say em i say steve what happens when you come off a vice presidential plane 好了以上就是彭博所提供的这一段独家视频的内容 不知道您对川普与苏世民的关系是不是感觉有一些惊讶呢 随着川普弹劾案不断进展 也有更多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国政治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逐步被曝光出 今天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介绍了彭斯总统对于弹劾事件的态度 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 文章介绍彭斯曾经私下建议川普总统不要公布与乌克兰总统电话的粗略笔记 但是最终选择了与白宫其他人站在一起主张释放这一段笔录 副总统对释放将要发布的先例提出了他的担忧 但最终仍然听命于川普 川普认为他别无选择只能释放这段笔录 川普告诉他的助手 他认为现在消息已经脱离了白宫 发布文件是他在争取舆论之战中的唯一选择 而彭斯在周三表态文件中并没有显示川普威胁要扣留援助以换取调查拜登和他的儿子 尽管在通话期间川普提醒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关于军事援助 随后又提到了希望他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的行动 川普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笔录已被公布 另外一个国家似乎也坐不住了 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我们来看来自媒联社的报道 报道介绍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希望白宫不发布普京的电话内容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五表示 俄罗斯希望美国不要像本周乌克兰领导人会谈那样 发布川普总统与普京的谈话记录 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及对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决定释放美国总统谈话决定的反应时说 我们希望双边关系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美俄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存在很多相当严重的问题 他指的是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之间的通话 佩斯科夫还说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做法 通常国家元首级对话中的材料被视为秘密或者高级机密 他拒绝评论围绕川普与泽伦斯基对话的争议 但是白宫目前还被指控试图限制访问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通话记录 最后我们再为大家介绍有关于中原海运子公司被美国制裁之后的最新举动 我们知道中国国有航运巨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石油运输子公司已经被美国制裁了 原因是涉嫌违法运输伊朗石油 现在呢他已经暂停了股票交易 周四在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件中 中原海能部分表示公司暂停股票交易 以待刊发有关公司内幕消息的公告 知情人士表示中原海能正设法控制包括石油运输订单取消在内的损失 公司现在运营着120艘邮轮 其中有44艘超大型邮轮 而贸易行业组织的首席航运业分析师桑德表示 这使他们失去了使用超级大型邮轮从美国向远东地区运输原有的业务 虽然这不是他们最大的贸易来源 但是影响可能更大 因为石油贸易商和进口商可能会担心美国的惩罚行动 而不与他们做生意 川普政府周三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 其中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两家子公司 这次行动影响到了40多艘船只 以船队规模和运力计 中国远洋航运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商 运营着超过1100艘各种类型的船舶 两名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 炼油巨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国际石化联合公司 已将至少三船的石油运输 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转给了其他航运商 另外一位资深的新加坡经纪商表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两艘货物已经被取消 经纪商表示这次取消的是较小的邮轮 但是影响可能扩大至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超大型邮轮 公司之后会发现自己处于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的中心 美国进一步遏制伊朗石油出口表示 欧洲盟友和其他国家敦促华盛顿放松制裁 缓和美伊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之际 美国政府仍然致力于采取极限施压行动 中国目前正在贸易安全和其他一系列议题上展开交锋 随着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陷入交叉火力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加剧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表示 我们再告诉中国和所有国家 要知道我们将制裁所有违反制裁规定的行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一位高管表示 就公司而言美国的这一打击出乎意料 由于未被授权接受媒体采访 这位高管要求不具名 他说你永远不知道川普的下一次打击会在哪里 告诉港口预定代理和其他各方 如果他们用中国远洋海运的船舶运货 他们将受到惩罚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没有参与任何非法石油运输 而航运经营商表示 伊朗邮轮经常在夜间关闭识别信号 并将海上将石油转运给其他邮轮 上述新加坡经营商表示 这是波罗州或马来西亚附近水域常见的做法 这些船随后驶向中国 但我们没有听说任何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船只参与其中 伊朗总统卢哈尼称美国的行为是无情的经济恐怖主义 并表示除非华盛顿解除制裁 否则伊朗政府不会与美国谈判 这些新举措是不断升级的制裁之一 这些制裁打击了伊朗的经济 但是尚未说服德黑兰同意美国的要求 就新的安全协议进行谈判 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抵制美国 试图使其停止进口伊朗原油的努力 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伊朗原油最大的买家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中国八月份进口伊朗原油78.8万吨 而去年月均进口量大概是二百四十万吨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